大家好,我是Victor 今天想利用这个Samsung Galaxy Tab S8 Ultra 再配上我手上这一支S Pen 以及这一个 平板里的Adobe Lightroom这个App 来教大家 如何 不是教,来分享 和大家分享我如何edit这一张 KL的夜景图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右上角这一部分呢 我通常都会先调这个 图片的这一个色彩 所以就点击这个滤镜的部分 再点击这个滤镜的部分呢 上面就会有一个建议,还有这个高级版 建议的部分呢,它就是 图片会 这一个Adobe Lightroom就会根据这张图片用AI分析,然后 跳出各种他认为合适的这一个滤镜 而高级版呢 高级版就是 已经预设好了这些滤镜 大家可以看到出这张照片是 呃,城市的这一个建筑,所以可以点击这一个 然后 开始使用 这一个 Lightroom里面已经预设好 为城市预设好的这个滤镜 如果你不喜欢呢,你可以使用建议 可能会发现更多 更好玩的这个滤镜 就好比这个风格 相当的这个DC,非常黑暗的这个风格 个人有点喜欢 所以OK,我们尝试使用这个滤镜 然后呢,在这个滤镜的下角 我们看到这个更多池类内容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点击 然后就会 然后系统就会分析 更多类似于 这种色调的这一个滤镜 然后它就会弹出更多选项 让你选择 好 我们就来看看 其他的这一个滤镜 会不会更适合 这张图片 更适合您的口味 其实我认为图片好看不好看 并没有一个标准 最最最重要是合适 您的风格 您的口味 好,我个人比较喜欢 这样的调色 这样的色调 好,我们就选择这一个 作为这个基础 好,现在我们就 色调选好了 我们来 我们来调一调这一个 我们就好,按完成 然后我们再调一调这个图片的亮度 这两部分呢,我们看到 其实上图片的这个 KL Tower 这一部分有点过爆了 所以我想调一调这个高峰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拉一拉这个 把这个高峰的部分给拉下来 然后呢 对比度方面也可以更深一些 以及这个黑色的这个 色阶部分可以更暗一些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调一调这个颜色 颜色 我们点击它 我看到这个天空的部分有点 过于 深绿色 似乎有点不自然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色调的这个部分 来调节 一下 大家点击它 大家可以看到出这个天空有点 类似于深蓝 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蓝色 然后再调整它的色相 大家看我在拉这个slidebar的时候 天空的色彩已经在跑动了 已经在有变动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饱和度 我们把这个色调 拉回来 让它看起来较为自然一些 然后呢 图片的这一个 街灯的这部分似乎有点过于浓郁 所以这时候呢 你可以点击这个黄色或橘色 来调整 点击黄色这部分 好 现在大家看到我调整过后这个街道的这一部分的色彩 就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不会过于 过于这个浓郁 然后接下来可以大家可以点击这个效果 个人 比较喜欢在这一种照片 阴暗的照片的时候呢 可以加更多的这个运营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看 让它加重这个运营的部分的话就让它有点落寞的感觉 所以整个 现在这边角部分都会 就都会比较暗一些 所以让你的focus都会在这一个图片的正中央 然后细节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 这一部分 天空这一部分 是会有点噪点 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通过降噪 或者是减少杂色这两个选项 让噪点的部分可以更少一些 大家可以调节 当然个人不建议把这个降噪这部分 太多 用太多不然的话整个照片就会非常soft 好 一张 就这样这张照片的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 就不知道大家会否喜欢这样呢 这个风格呢 今天的这一个使用这个Galaxy Tab S8 以及这个S-Pen的这个教学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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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